我們歡迎大家來到這場議程 現在這場演講它是 What you need to know about deploying AI model to AG device 那我們歡迎我們的講者吳錫燊 嗨各位好 我是今天的講者吳錫燊 那為什麼會講講這個題目呢 我自己在2015年左右 開始做互聯網相關的題目 然後參加創新競賽 後來到新大的AI Lab做Deep Learning的研究 然後到現在在聯發科也是開發 所以很像把這兩個東西結合在一起 把IoT device和AI Deep Learning 這些東西結合在一起 我們在做的是Edge Computing的產品開發 所以這個演講 像是我總結這五年的經驗 去跟他分享一下 一開始是Python寫了AI 到最後他怎麼樣去轉到一個 真正的硬體的產品上面 好 這個演講會包含兩個章節 第一個是我們會講一下什麼是 這個Edge Computing 在第二個章節我們會講 從Python到Product的這個過程 最後再來一個簡單的總結 我的經歷剛剛也大概介紹過 我在青道的AI Lab 去做研究處理 然後也在那邊讀 然後措施學位 現在在聯發科工作 演算法部門工作 那我自己的研究是有做Deep Learning 在多媒體音訊的串流上的一些 卷积神經網路的應用 好 那我今天要特別講一點 因為我們公司算是保密 還有一些政策比較嚴格的公司 那我這個簡報的觀點 我會避免談到我們公司機密 還有這觀點 僅代表我個人 個人參加這樣 好 那 首先我們講一下 談一下什麼是Edge Computing 那第一個是說 講到Edge Computing 我們要先講Edge Device 也就是所謂的 互聯網裝飾 IoT Device 那它這個東西 包含你家裡任何可以連上網路的裝飾 都可以叫做物聯網裝飾 那它在去年的市場份額 已經占到了175個Billion 那更預估在5年後 也就是2026年 它至少會再翻倍 那你要做到翻倍 絕對不是說我把現在目前有市場 就是中國 歐洲和美國 我把它這些賣完之後 我把產品賣到非洲 印度這些國家 就可以翻倍 絕對不是這樣 那它會面臨一個產業的升級 就會升級所謂的AI進去 那達成這個必要條件 其中一個是硬體的進步 這個是摩爾定律 大概每隔一年半 硬體的運算效率就會增加兩倍 那在這樣的條件下 我們會變成從Cloud Computing的時代 進到所謂Edge Computing的時代 因為你的終端裝置 Edge Device的運算能力越來越強 它可以搭載一些非常強大的AI演算法 那我們就直接舉個例子 我們就不搞那些名次定義了 現在一個很簡單的Cloud Computing的例子 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現在的Siri這個服務 Apple Siri 我現在直播所使用的這台筆電 是2016年生產的MacBook Pro 我要怎麼用Siri呢 我在電腦上我可以透過長壓 comman加控格鍵 我示範一次 導航到台北車站 OK 好 你可以看到它其實這張服務 它是有蠻大的延遲 就是Cloud Computing的缺點 因為實際上你在講完的語音指令之後 它會被丟到蘋果的雲端伺服器 去分析你講的什麼指令 然後再去做相對應的回應 這些事情是主要是發生在雲端伺服器上面 它當然有個很明顯的確認 就是它的反應時間其實是相對的慢 尤其像現在這個中午的時候 下午的時候用戶很多的時候 它就會要轉很久 到了2020年的產品 就是我手上這支iPhone 新的iPhone SE2 不是什麼高價產品 它就有搭載所謂的Edge Computing的架構 它支援一個什麼功能 第一個是你可以透過壓這個Home鍵 你可以叫出Siri 第二個方法是你可以直接下一個語音指令 就是Hey Siri 你一樣可以叫出Siri 它有什麼差別呢 就是當你下Hey Siri這個指令的時候 它其實是用到了一個AI在你的手機上去跑 去偵測你20小時偵測你有沒有講Hey Siri這個關鍵字 它才可以處處 它就會再去觸發後面剛剛講這個Cloud Computing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一件事 其實Edge Computing和Cloud Computing它會同時的共存 而且可能會共存很長一段時間 並不會是說Edge Computing完全取代Cloud Computing 它做這件事有什麼好處呢 第一個是我先講另外的差別 它要做到這件事 它必須要有一些 它不是隨便你軟體開發一個AI model 就可以放進去的 它必須要在硬體上也要做一些改動 比如說像我的筆電的話 它只有一個Intel的CPU 所以它是沒辦法支援你講Hey Siri 它就啟動 它只能用快捷鍵去啟動 到了iPhone 它除了CPU之外 它有一顆神經網路加速的運算單元 它可以提供你 一個24小時的神經網路的運算 然後它可以跑在一個非常低的功耗 讓你可以去 一直去偵測你有沒有講Hey Siri 第二個是說 它在User Experience上面會有非常大的進步 你原本是需要按快捷鍵去啟動這個功能 基本上這個功能我是從來沒有在我的MacBook上用過的 因為其實通常都是不小心按到觸發的 但是它能夠做到用語音觸發之後 你就不需要雙手去按 在很多的情境 比如說你開車的時候 你手握上向盤 你沒辦法去用手去操作你的手機 這時候它就可以延伸出這樣的一個應用 因為這樣的使用體驗的升級 你就可以去放在一些 這個演算法就可以放在一些 就是Handless的Use Case上面 比如說第一個是我們的HomePod 再來第二個是Apple的CarPlay 這兩個就是我們剛剛講到 它可以你一定要做到Handless的User Experience 你才有辦法去打的一個市場 好這邊講的有點快 再回到我們的章節開頭 你要從175個Billion漲到399Billion 它靠什麼 就是靠說你有新的硬體的出現 然後去推出新的User Experience 這樣子的話 就有辦法去開出所謂新的市場 你看這個部分還有幾乎一倍的成長空間 這是一個非常非常大的商機 誰掌握了User Experience 到Hardware到最終的產品 他就有辦法去吃到這塊餅 好我們簡單的總結一下 什麼是Edge Computing 就是你跑一些算法在你的Edge Device上面 它可以提供比在Cloud Computing上 更好的User Experience 第二點 在進入Edge Computing時代之後 會有哪些的轉變呢 三點 第一個是說你的硬體會改變 再來是你的User Experience會提升 第三個是你就可以打到更廣的市場這樣子 如果我們要做Edge Computing 有什麼要素是必要的 會有兩個 第一個是你的算法 這就包含我們講Deep Learning的部分 或是Deep Learning再搭配一些傳統的 訊號處理的前處理這樣 你還會需要一個特殊設計的硬體 就是我們講的NPU 它有個重點 你看AI的開發通常是在Python裡下開發 但是我們最終要放到NPU的硬體上 它這次不能跑Python 這個一到二的過程怎麼過呢 這就是我們第二部分要談的問題 怎麼從Python到真正的Product 好 我可以簡單的把這個過程分成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 你一旦知道了你的User Experience Target Market的話 你就可以開始針對這樣的應用行進去做一個演算法的設計 當你確定你這個設計有八成把握之後 或是十成把握 你就可以 你就要把Python通通把它翻譯成C語言 為什麼翻譯成C語言 因為我們實際上跑的硬體 它基本上只能跑C語言 或是C++這樣 可是我們第二階段 會寫一個 會寫成一個比較general的形式 就是它是platform independent 到了第三階段的時候 我們會針對我們硬體的特性 比如說你如果要在Apple上面 Apple手機上面開發 Edge Computing的算法的時候 我們就要用到它那顆NPU去做開發 那我們就會針對它那顆NPU去做一個優化 你只有在做這個優化 你才有辦法達到我們剛剛講的24小時 低功耗的去運算的需求 它才不會說你今天你開了Hey Siri的功能之後 你的手機可能用半天就沒電了 對 這個開發流程它並不是Stage 1做完 我們就做Stage 2再做Stage 3這樣線性下來 它會是一個不斷的Iteration的過程 簡單從第一步來跟大家解釋一下這個會是怎麼樣的過程 第一步的話我們會先去有User Experience的團隊去研究到底哪些市場可以開發 當然我們確定規格之後我們會教有演算法的人去設計Python的Simulation 在Python上面去做很多實驗去設計模型去看看說有沒有辦法做出使用者想要的東西這樣 當然也有可能會失敗就是技術目前技術還沒有到這邊 那就要回去重新檢討市場 如果你的Simulation是沒辦法做到的話 你就要去重新檢討這個流程 一旦你幸運的話你的Model跑得很好 你就進入下一個Stage 2的部分轉譯成C語言 再來這邊做完之後我們會先確定說C語言的輸出和Python的輸出要完全一模一樣 你才是一個成功的轉印 做到這點之後我們就會從這條線走到硬體優化的Stage 3 Stage 3做完之後我們就會放到我們的硬體上產品上去跑跑看說 它的是不是可以流暢的去跑這個算法 然後耗電的需求是不是會達到我們目標的功耗 如果你的你做一做發現可能優化不太夠 那你就要返回去檢討你的優化 當然最不幸的Case是什麼 就是說你都已經把模型放到產品裡面 然後你發現你不論如何優化 你都沒辦法達成這個產品的需求 那你就會非常慘 你就要回去檢討你的Python模型在第一邊 這不是你用了一個太複雜的Python模型 導致譬如說Memory不夠用篩不下 或是說你的算力根本 硬體的算力根本不足以支撐這麼龐大的模型 簡單大概的時間會這樣 第一關大概可能會花一個月 第二關也花一個月 第三關也花大概一個月 如果你今天福興這邊要回去的話 你就是加12週 就三個月 好 怎麼去提升你的開發效率呢 有兩個策略 第一個是說你去減少走回頭路的機率 第二個是說你去加速上面的每一關的時程 那怎麼做呢 好 第一個是說我們怎麼 最嚴重的就是走回頭路這條 那這可以怎麼做呢 就是我們盡量在Python的這個階段 盡可能的把你的後面的這些分析做完整 好 那我們這邊比如說舉個例子 我們可以用這兩個套件 如果你是用PyTorch的話 有一個叫PTFLOPS這個套件 你用Keras的話 有一個KerasFLOP這個套件 它可以在你模型訓練前幫助你去評估你的模型 會需要多強的計算能力 還有就是你的記憶體的使用量大概是會是多大 如果你可以在這個階段 你還沒訓練前你就知道這件事 那你就可以避免說你做到最後一步 你才發現的模型根本塞不下 對不對 那你基本上你的硬體供應商應該會提供你相應的規格 讓你可以去去評估這件事 好 那第二個方法就是要怎麼去把這個流程跑得更順 壓縮這個流程 有五個訣竅 有五個訣竅 這是工作五年累積下的經驗 第一個是因為我們會涉及到跨 C語言 Python 甚至是組合語言 這三種語言的開發這樣子 我會建議大家使用 VS Code 當做你們的 IDE 因為 VS Code才有辦法 同時兼容這麼多語言 尤其是說 你今天 我之前是蠻喜歡用 PyTron 這個 IDE 我用它做C語言的部分的時候 其實發現它的體驗是蠻糟糕的 所以我會建議大家用 VS Code 第二點是 你要盡量盡可能建立一個好的版本控制的 guidelines 直接舉個例子好 所以我們在開發的時候 每當我從Stage 1要進入Stage 2的時候 我都會在Cit的版本控制 特別標記一個版本說 這一版Model是好的 我要進到C的這邊 又或者是說 我在Stage 2要進到Stage 3的時候 我也會做一個這樣的標記 我們盡量去讓整個流程明確 對 這樣做還有一個好處 就是說 當你今天在一個 因為你看這麼複雜的產品 你要去開發 它不會只有一個人 它一定是好幾個人 甚至好幾個團隊 共同協力去開發 它就會設計到很重要的問題 就是你的 Code 是不是可以很明確的去交給下一個人 比如說我們Python可能是一個人開發 C的部分是另外一個人開發 今天如果你今天這個流程 你轉移的版本控制轉移的很不明確的話 你要去讓這個流程運轉順暢 就會非常非常的困難 OK 好 第三點 延續第二點 這講這個可能會得罪蠻多人 對 請不要使用Jupiter Notebook來做開發 為什麼呢 因為Jupiter Notebook它有個特性 就是它會殘留 你開發的話 它會殘留很多做實驗的 做到一半的Code 在你的程式碼之中 我之前遇到一個Case 就是說我的同事 他用Jupiter Notebook開發 然後我就負責做C語言這一塊 它Jupiter Notebook開發給我的Model 它就只有給我一個.IPYMB這個檔案 然後它把所有的Code 全部放到一個檔案裡面 然後它又殘留了非常多這種 中間Debug 就是Metplot 你也不太確定它到底有沒有用的程式 這導致說 我在做C語言開發的時候 會綁手綁腳 我必須要先清理它的Code 我才有辦法去做後續的開發 這個對團隊的生產力是蠻傷的 所以我會盡量建議大家避免使用Jupiter Note 這樣的開發方式 第四點的話 在我們這個業界 其實他和學界有點非常不一樣 學界比較在意的是Model上面的創新 你提出一個新的Model 可以有些新的功能 比舊的Model更強 但是在業界的話 我們其實比較注重的是你的Data的前處理 因為Data前處理就會和你做的產品是直接相關的 比如說你要做Hey Siri你要做台灣的市場 台灣有台灣的口音嗎 那北美有北美的口音 不清楚 北美有北美的口音 這個東西就會和你的前處理有非常強的關係 你的Model的話 我們最簡單做法 就是你直接去學界去Open Source的那些Model 隨便抄一個套下去就對了 然後因為這Model也非常的常更換 對不對 所以其實這個東西 你可能花好久去把一個Model割出來 那可能隔一月出一篇新的論文 就把這根Model打趴了 對 這個東西就是盡量少花你信息在上面 盡量用現成的東西 讓你才有更好的開發效率 把你的任務專注在Data本身 最後一個是Open Source的部分 因為其實現在AI 進入AI時代 你要和我們傳統算法開發的時代很不一樣 所以AI時代有很多Open Source的工具 那如果你沒有善用這些工具的話 我有看過一個團隊 他們的Stage 1 他們不用TensorFlow 也不用PyToy 他們自己刻一個C元去訓練 那這樣就非常的慢 這就是很 他們生產力會跟不上時代這樣 好 所以我們要有哪些Open Source可以用呢 我們一樣是分成三個Stage 第一個Stage 這個就大家不誤稱了 就是現成的最popular 就是TensorFlow 還有PyTorch這兩個路 第二路的話 Stage2的話 TensorFlow有對應一個東西 叫TensorFlow Lite 這個是for C語言或C++的一個使作 那到TensorFlow到Stage 3 它也有一個完整的配套 就是現在會有很多廠商 會有很多IC設計的廠商 就是他們自己設計的那些NPU 優化硬體 它會根據TensorFlow Lite的這個框架 在TensorFlow Lite的Micro的子專案上面去做延伸 對 所以如果你今天是一個新創工具 你可能沒有那麼多人力 我會建議你走TensorFlow這條路 當然台灣也有一家公司 蠻有名叫SkyMeets 他們是在做Anx和OwenAnx的這個 第三方的神經網路的框架的優化 這個也是一個可以考慮的方向 不過我們自己是因為有些商業的考量 還有一些TensorFlow的效能不夠強的考量 那我們是選擇自己做自己的框架 對 做自己的框架 我們就可以做一些TensorFlow 比較難做的一些極限優化在上面 好 進入最後的環節 我們再簡介一下 我們要怎麼樣去加速我們的開發 有兩點 第一個是減少在評估的階段 你盡量去做一些實驗 你不要等到最後面 你發現跑不動了 你才在哭說怎麼跑不動 第二個是說 根據我們剛剛講的那些經驗 一些Guide Line 你可以去提升你的每個Stage的開發效率 好 主要內容就差不多到這邊 我最後再來做個總結 我覺得台灣在做Edge Computing還有AIoT 這塊算是蠻強的 也有蠻多廠商在這上面投入 我會希望大家一起來加入這個行列 對 好 謝謝 感謝我們講者提升他精采的演講 我們現在來進行Q&A 然後我們第一題是如何確認Python 跟C的結果是一樣的 這個問題非常的好 我會建議大家參照一些開源的Framework 比如說TensorFlow 或Pytode這樣的框架 來當做你Python的比較基準 因為你看到我們回上一個投影片 TensorFlow Lite它其實有出一個C元的版本對不對 所以當我今天要做一個Private implementation 我其實可以直接參照TensorFlow Lite的那些做法 去設計我的東西 我只要把我自己做的東西和TensorFlow Lite的輸出做比對 因為C和這兩個是保證它會一樣的 那我只要再把C的和我自己的C式做比對 那我就可以確認它是一樣的 好 好 那看來目前問題只有這一個 那如果大家後續還有 現在有第二個問題 請問用Python做的前處理 例如影像處理你也是轉成C語言嗎 沒錯這個就是 會回到傳統算法的部分 比如說影像處理OpenCV 它應該也是有底層是C的實作 那因為你要跑在一個高效能的環境 那你就會需要用到影像C語言的影像處理的Library 那我相信應該也是有蠻多硬體廠商 他們會推自己的Stage 3的方案 那第一個是你可以用開源的 第二個是你可以用像TensorFlow Lite Micro這種類似的方案 或者OpenCV OpenCL這些方案 好謝謝 那再下一個問題是 有做Model Pruning相關的研究嗎 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是一個非常好的問題 那 它 這個Model Pruning它會從Stage 1 牽涉到Stage 3的開發 那 你做Pruning的話 它其實 你必須要從Python這邊開始做 它會比較累 所以我們比較優先的是 會先做單純這塊的研發 那等你這邊optimization的手段都用盡 你都沒有用之後 那我們才會去考慮到Pruning的方法 這東西我們之前有研究 但是目前我們還沒有真正的應用到產品上面 但我認為那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東西 我們在未來的開發上 好謝謝 那下一題是 請問一般業界大概都會自己科的人嗎 還是你們會有什麼特殊的考量 說自己科這件事對不對 因為你要賣產品的話 OpenSource是一個問題 當然很多OpenSource它是可以 比如MIT license 它是可以你宣告說 我用了比如說我用了TensorFlow Lite Micro 你就可以賣產品 只是因為有時候你可能想要更進一步的保密 就是不讓你的客戶知道你到底怎麼做的 那你就會去做到自己科 這是第一種的考量 第二種考量是因為其實 TensorFlow Lite Micro 它是一個比較general solution 它有可能會出現 它很難去針對你自己 就比如說我們公司做的晶片 它有些細節的優化 TensorFlow Lite它沒辦法支援 這個時候你就可能會考慮自己開發 好到這邊 好 那如果大家還有更多的問題 也可以到Gladetown找提升去聊一下 然後 現在還有問題嗎 好像差不多 那我們現在可以休息 還有一題 我還是還有一題 還有一題 沒問題 在把Wave從Python移動到C的時候 浮點數是否會維持在 比如說64的bit 或是但這樣它會不會造成計算資源的 這個是 這也是非常好的問題 這也是我們 其實我原本也想要講這個問題的 但是我覺得這個太深了 對的受眾比較少 那我們現在的做法 我們會用TensorFlow它有一個 interbar的quantilization的框架 它可以把浮點數32bit轉成 interbar去做運算 它在記憶體的使用 還有算力的提升 都有很大的幫助 不過目前這個方法 它只適用於分類器模型 分類器的AI模型 其他的模型 比如生成模型 你用GAM的話 這東西可能你練出來的生成東西 會壞掉這樣 所以這個是大家在研究 蠻popular在研究的問題之一 對 好 我們接下來還有其他的問題 比如說 是否一定要用獨立的晶片來跑 來跑N 或者是像Jason有OS的板子也可以接受 有什麼建議嗎 好 主要是考量到說你最後的產品 我們回到User Experience去討論 就是你要回到User Experience去討論 這個的話你的產品是不是要考慮能耗的問題 或是有效率的問題 因為Jason他比較算是開發版評估版 他離最終的產品還是有一段距離 對 當然你也可以考慮就是全部用Jason的東西 去兜出一個最終產品 他的能耗可能沒有那麼漂亮 但是他只要你的使用者可以接受這東西 那就是一個不錯的方案這樣 好 謝謝我們其聖 我們現在